据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日前重申 即使美国对华为的立场软化 北京台提问 我们注意到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多次表示 加拿大是一个 我们注意到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之后 朝美双方就解除对朝制裁问题的一些表态 尽管朝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来 还有一些分歧 但是呢 也请大家注意到 双方都认为解除制裁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同步考虑 一并解决 我觉得这个呢 是应当抓住的一个公约数 会晤没有达成协议 中方如何看待朝美下部的对话 中方一贯主张 安理会应当根据决议的规定 并结合半岛局势的积极进展 特别是朝鲜在无核化方面采取的步骤 启动有关决议可逆条款的讨论 按照同步对等原则 对制裁措施做出相应调整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呢 我们真诚地呼吁 有关各方能够本着 见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共同为全面解决半岛问题 做出积极的努力 这一部分就是 今天还是在转的转 有关系的转 您看得到 因为因为那里面有一个 是没有任何转换 您是在转换 这一部分就会有我们的转换 您是在转换